玉璃春米86、资罗米86以及资罗葛玉金农特产品企业社 在水宝局、花联分局的大力支持协助之下 从10月份开始推出了到时来找Banai的农产体验游城 11号特别结合了稻米节同步的开幕 资罗米86执行长黄玉慧表示 结合旅行社共同推出了大脚印农产体验的游城 厂厂都被秒杀 就连明年度的T4也都已经被预购一空了 到时来泽罗找Banai农产体验游城 部落小朋友跳着阿美族传统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 玉璃镇春日资罗米86与资罗葛玉金农特产品企业社 从2016年齐柏林大脚印的建制后 延伸大脚印农产米食体验游城开始 在各个上级相关单位的协助扶植 让部落进化再进化更能自力更生 打出知名度 部落族人努力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长官贵宾也高度肯定 我们欢迎现议会 有我还有林南议员 还有阿波议员 还有韩里改造 还有我们宝宇美议员 我们在现议会也会用力推 那我们整个瑞税厢 玉璃镇 还有副理厢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把我们这边的所有的经典的农特产品 行销到 中央跟地方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加持 其实我们相信 报复系旅游不会只有今年 明年一样会 一样它会再会再接级 我觉得可以发现说 每次只要有这个长假 只要有这个假期 发动地区一定是大家的首选 从十月份起 推出到时来则洛找巴奈农产体验游城 今天结合稻米节同步开幕 一推出就立刻被秒杀 甚至已经排到了明年度 带给地方部落上百万的游城体验商机 那其实我们自如没有所谓的大山大海 那我们就创造出来这个脚印 那也因为刚好齐柏林看见台湾 它的九个大脚印就在我们这里 就在我们这里 我们延续它的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了这个活动 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故事在里面 今年已到时来 则洛找巴奈农产体验游城 除了主打活动 水田大脚印到餐 另外也串联部落农产体验 情人带手工艺DIY等等 让游客民众透过米食农产体验 也能够更认识在地产业 人文文化 记者石玉兰预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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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